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土地就更是农民的命了 当我们又时常看到 古代农民被地主剥削 生活困穷的情况 其实按照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来算的话 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都有很多荒地为人耕种 那么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去开荒呢 深究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 生产力低下开荒不易 古代的农作物可不像经过改良的现代农作物 从产量上来说是比较低的 而且那时候种地真的是看天吃饭 遇上大汉蝗虫等自然灾害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加上古代没有机械化 劳动力就是人力和助力 耕种工具也非常简单 想要开荒实在是太难了 一旦开荒过程中遭遇天灾 还可能颗粒无收 那全家人不就饿死了 所以与其开荒不如种一块粮田 这样风险还小限 第二 圈地制度 富士沉重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朝代都有圈地制度 农民自己去开荒 很可能刚刚把荒地变成粮田 贵族豪生就把土地据为己有了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况且一旦碰上朝廷富士沉重 自己的土地收成又不好的话 那真是较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了 所以农民在古代开荒的风险较大 很可能会越开越穷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豪士尊为三国一英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地势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 感兴趣的朋友